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消息 話說在昨天下午 大陸外交部就公佈了反制BNO的措施 其實在上個星期 林鄭和李家超都分別說過 說會積極配合大陸來反制BNO 果然 特區政府在昨天晚上 很快地出了一篇新聞稿 裏面就是列舉了四大反制BNO的措施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一起看看到底特區政府的四大措施是什麼 新聞稿裏面說到 特區政府將會由1月31日起 採取下列的措施 第一 BNO護照不能用在香港出入境 相關的香港居民 可以繼續用他的 香港特區護照 或者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用在香港的出入境 第二 BNO護照不得在香港作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 相關的香港居民 可以繼續用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用作身份證明 第三 乘客在登機前往香港的航班的時候 航空公司就必須要求相關的香港居民 出示他的香港特區護照 或者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以作證明 第四 未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證件的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 可以向入境處申請簽證身份書 以作國際旅行之用 第四項主要是針對非華裔人士 所以 其實跟一般的大眾來說關係不大 其實特區政府公佈的這四大反制措施 某程度上可以視為 大陸外交部所公佈的反制措施的延伸展述 他就是進一步解釋了 究竟在哪些情境下 BNO不能再用下去 當然包括了用作出入境 用作身份證明 登機的時候的證明 又不可以 主要就是這三項 其實這三項反制措施的迫切性 又不是那麼大的 因為現在5加1簽證準備 就是可以申請 很多人就蓄勢待發 準備移民去英國 最多人關注的應該就反而是 究竟在登機前往外國的航班 可不可以用BNO護照呢 其實在這個四大反制措施裏面 他沒有提到的 他只是說 乘客登機前往香港航班 就要用這個特區護照或者是身份證 他又沒有說去外國的航班 不可以用BNO的 當然有些政界人士就 估計 到底特區政府會不會向部分 那個基地 設在中國或者香港的那些航空公司 施壓 使得他們在處理登機安排的時候 不接受BNO護照 這個就是政界人士的估計 但是在特區政府那篇新聞稿當中 他真的沒有提到的 所以這個又是會好吊詭 又是要等到1月31日之後 真的有人試過才會知道 當然如果有些人他本身是有特區護照的時候 其實這四大反制措施 對那些人就沒有什麼影響 反而有部分人 他們純粹拿著BNO 但是就沒有特區護照 他們就真的要看清楚 應該的新聞都會報的 就是究竟在1月31日以後 有沒有那些人純粹拿著BNO去登機手續的時候 是會被他登機呢 你看看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如果有的話 是出現在哪些的航空公司 你買機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就好過撞板了 因為你改機票也很貴 老實說這些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無謂白費心機 又浪費金錢 所以看清楚 去到最慘的情況 可能是 所有離港的航班 在登機的時候 他都不接受BNO護照 可能因為受了政府的施壓也好 或者其他的原因也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逼於無奈都要離開的時候 都要申請回本特區護照 所以接下來幾天就會有個答案 現在說是說不准的 因為到底怎麼安排 大家都是沒有遇過這個情況 因為有些航空公司 可能他頂得住的壓力 又說不是 或者 凡親飛得來香港的那些航空公司 他都跪下了 又說不定 所以 始終都要去到1月31日 之後那一兩天 大概就會知道 那個情況是怎樣 一定就要留意著 那好了 接下來就看看 建制派 究竟 對於反制BNO的措施 有什麼看法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 就說特區政府 應該透過入境處 通知旅行社和航空公司 只是持有BNO的人士 不得入境 而且還相信 和中國友好的國家 可能會隨著中國的呼籲 而不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能夠打擊到BNO的國際流通 以及認受性 他說 暫時來說措施對香港人都沒有實質影響 葉劉他真的有很多建議來反制BNO 現在還說 有些跟中國友好的國家可能會不承認BNO 那有哪些國家跟中國友好到不會承認BNO呢 是不是那些支持國安法的國家呢 其實那些國家很多都是阿非拉國家來的 比如說 古巴 朝鮮 或者是那些非洲國家 莫桑比克 毛利塔尼亞 摩洛哥 很多地方其實香港人本身都較少機會去得到的 而且就算說旅遊方面 那個吸引力也不是很高 至於你說會不會有一些西方國家 他們會反制BNO呢 不承認BNO呢 暫時都沒有看到這個跡象 你說會不會有些歐盟國家不承認BNO呢 日本會不會不承認 那就真的看完報紙也不見有這些消息了 可能這些也是葉劉自己的個人建議而已 他有很多建議 他又說到 中國國籍法就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他認為 如果有人離開了香港已經六年 都不再是通常居住香港的話 到時就應該考慮有關人士 是不是仍有需要保留中國籍 包括是否應該享有特區政府 向居民派發的福利等等 如果 移民去英國的人 他經歷了5加1之後 已經入籍了英國 他保不保留中國籍也沒有所謂 你說的是六年之後的事 反正在那些人入籍英國之前 他還是保留著中國國籍 保留著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時候 就算好話不好聽 Touch with 說句 有些人在英國未必拿得到 他要被迫回流 起碼他還有一線的機會 所以你說 對於那些已經入籍英國的人 要取消他的中國籍 取消他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我相信那些人都不太介意 當然這些都是說六年之後的事 葉劉就真的是 你高瞻遠中得很厲害 香港的民生議題 不見你說六年之後會怎樣 你只是說BNO 真是 接著又說一下 譚慧珠 他真是厲害 他說什麼呢 這個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譚慧珠 他就說 外交部的措施 對香港人的居留權 沒有影響 但是 BNO持有人 日後在海外 就沒有辦法 享有中國領事的保護 真是聽起來都很厲害 沒有了偉大祖國的領事保護 一定對於BNO人士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損失 一定是 譚慧珠說得也是 很厲害 這件事是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 英國 英國 是一個 民意調查 就是由YouGarf來做的 他們就訪問了 一千六百幾個英國成年人 有四成九的受訪者 對於 五加一簽證計劃 是表示支持的 另外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受訪者 預期 這個五加一簽證計劃 將會為英國經濟帶來正面的效益 調查又說 英國人對於香港人的印象都很正面 比如說 有四成一的受訪者認為香港人很勤力 三成半就認為 香港人的教育程度就很高 其實這個勢頭就挺好的 起碼就有利於香港人可以融入到英國的社會 還有就是可能英國的僱主 普遍對於香港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差 希望有些香港人就不要弄壞了 去到英國的時候 亂坑 有些是喜歡炒樓 那些是最惡劣的 英國的樓沒得炒的 尤其是有些人 盲中中的經常看到Facebook廣告 或者看到報紙廣告 又跑去炒英國的樓 就跑去炒公寓 是沒得炒的 英國本身那些人不是很喜歡住公寓 人家喜歡住排屋 或者就喜歡住那些小屋 前後 有種種樹、種種草皮的 有些人經常看到廣告 亂推銷那些售賣 當然告訴你是好 當然告訴你 要定是很高 要不然你怎麼會落搭呢 其實現在英國的樓市 尤其是香港人很喜歡炒的公寓 就面對著兩個不利因素的 第一 就是根據金融時報說的英國的報紙 他們估計英國脫歐之後 就有大約130萬人是會返回原居地的 到其實那個 住宿方面 是不是那個需求是低了 當然 會有香港人 就過英國 但是 香港人過到英國 不是個個都住公寓 不是個個都租公寓的 慘了是不是 有很多人喜歡住一些大屋 在香港都住慣了 那些單位 去到住一些大屋 剪草也有樂趣 有些人是覺得 所以 你要看緊一點這個數字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尤其是這個武費大內行之後 其實很多的行業 都轉為了所謂在家工作 是work from home 這時候就變了 那些人可以越住越遠 事實上是有這些人的 你看看英國的報紙也有賣 為什麼呢 他就要追求一個更加舒適的 居住環境 所以他就不聚居了在這個工作單位的附近來住 因為通常那些人住在工作單位附近 就租過那些studio 那些單人那些 他就不住那裡了 就住在一些 鄉郊的地方 反正你上了網 他就可以 在家工作了 所以可能原先有些商業中心區 他的租務是很旺的 但是可能在過去這半年 過去這三個月 忽然之間是跌了 你又要看清楚這些數據 不要隔山買牛 有些人還要 別人告訴你 那個樓盤好 有些人還要買樓花 當然我這番說話 都是很深地提點 如果有些人認為他自己的錢多 或者他要靠這些 買樓來收租 我不阻礙他發財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